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,知乎者也的朋友们,我是康哥,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斯拉,随着特斯拉股价的最新上涨,其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也急剧飙升,据悉,马斯克大约三分之二的净资产直接与特斯拉的股票和期权挂钩,其个人财富一天飙升360亿美元,至近2890亿美元。 目前,马斯克身家已经达到了2886亿美元,约合1.84万亿人民币。马斯克身家超过亚马逊创始人杰弗·贝索斯的1930亿美元,坐稳全球首富位置,如果将时间节点到退回两年前,任谁也不会想到距离破产仅仅只剩几个月的特斯拉,竟然在两年之内实现了惊天大逆转,并且一举成为全球车企的领头羊。 2017年至2018年最困难的时候,马斯克也曾想过以600亿美元的价格将特斯拉卖给苹果,但让他没想到的是,库克不仅不讨论收购事宜,甚至连见面的机会也没给他。 更让马斯克绝望的是,一年之内13位高管的离职,加入竞争对手的公司,不仅让原本就风雨飘摇的特斯拉更加糟糕,而且还给了华尔街攻击特斯拉的理由。 华尔街著名的分析师,风头机构Loop Ventures董事总经理吉恩·蒙斯特曾发文称,马斯克已经塑造了坏脾气的亿万富豪形象,其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行动,让这家公司走到了十字路口。 或不单行的是,马斯克在参加节目《乔罗根的经历》时,稀释大麻的形象让他和特斯拉的声望跌到谷底,而且处在当时的那个环境,马斯克本人不稳定的状况,给特斯拉造成的危机比原本想象的还要大,例如其私有化特斯拉的言论更是引来了SEC。 SEC认为,马斯克没有任何潜在的资金来讨论私有化的条款,就更不用说资金有什么保障了。 SEC的一位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,马斯克提出了420美元私有化价格只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女朋友,因为4月20日是国际大麻日。 最终,马斯克和特斯拉分别支付了2000万美元的罚款,和SEC和解之后,他本人也失去了特斯拉董事长的职位。 马斯克表示,那段时间为了晚上能够好好的休息,有时候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 痛苦总是持续的,而快乐总是短暂的。 一直到2019年年年底,特斯拉的水逆才结束。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竣工以及量产,让外界看到了一丝曙光。 在产能得到极大提升的情况下,华尔街以及全球其他的资本终于发掘到了新能源的风口,并将特斯拉的股价买上了天。 一年十倍的涨幅,让特斯拉彻底摆脱了危机。 当时站在上海街头,啃着煎柄果子的马斯克,肯定没想到,他的特斯拉命运的转折竟然在中国。 2020年下半年,马斯克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,今年一季度实现盈利,是特斯拉过去十年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时刻。 作为美股历史上被做空次数最多的汽车股,终于在这一刻翻身。 不仅如此,除了特斯拉的成功,SpaceX的2018年实现的一级助推火箭的完整回收,直到今天仍旧是世界领先的水平。 目前,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已经将超180颗卫星送上了太空,作为太空中拥有卫星数量最多的人类。 像N,这仅仅是马斯克商业征程的第一道开胃菜,根据SpaceX预计,星链计划组网之后带来的收入将从2020年的几亿美元,迅速提高到2025年每年约300亿美元。 今年10月,SpaceX的估值增长了三分之一,超过1000亿美元,成为全球估值第二大飞上市公司,而马斯克本人的身价也一路水涨船高,超过了2400亿美元。 相当于比尔盖茨,加上巴菲特身价的总和。 有了更多可操控的资本和财富,马斯克的太空移民梦也许会更进一步,这也是马斯克对于财富的态度。 2014年,马斯克曾接受阿易昂采访时表示,伴随着人类探索太空步伐的推进,预计到2100年将有100万人移民火星。 今年3月,他在接受采访时还特意强调了星际旅行的可能性。 他称,地球已经存在近46亿年了,更久以来,这是第一次出现生命可以走出地球的机会。 我们也可以去探索其他的星球,而脑机接口技术则可以确保人类意识的传递和延续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请按订阅我们的观看! 除此,我们的观看!